哈喽大家好 欢迎各位回到 妮宝贝的线上指甲高阶课程 第三季第二季 这一季我们要来谈一个 困扰大家很久的议题 那就是固定季 什么是固定季 什么是含酸固定季 什么是平衡液 什么是蛋白液 在这一季里面 我们要好好的跟各位解释 好好的来说明 今天提到的各种品牌 之所以会拿出来谈 那是因为这些厂商很大方的 在网络上公开了他们的成分 而有公开成分 我们就可以拿来公开讨论 今天所提到的各种外部连结 都会在说明欄里面有放 如果各位想点的话 可以往里面点来参考一下 问题指甲的取舍 我们直接先给出问题指甲的答案 那就是在妮宝贝 我们使用的固定剂是蛋白液 它本身不含酸性成分 也不含青石的成分 本身是一个薄薄的素质材质 目的是为了要贴合 真指甲跟甲指甲 当中间的中介层 听完我们的答案之后 接下来就要好好讲解 固定剂的各种类别 历史以及详细的内容 固定剂各种类别 当我们提到固定剂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名词 都会跑出来 哇哦 例如这一排都是 简单来说 我们把固定剂分成三大种类 第一大类就是腐蚀性的固定剂 第二大类就是轻微轻蚀的固定剂 第三大类就是完全没有腐蚀性的固定剂 所以我们后面要讲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在这三大范围里面 一一来给各位解说 它其中的各种不同 固定剂的用途 固定剂的用途有四大类 我们简单看一下 它有很粘的材质 也有很薄的材质 也有含酸的材质 甚至还有含化学物质的材质 这四大类 在这个小章节里面 要分门别类的一项一项 仔细的来讲 固定剂在一开始创造出来的时候 它的目的就是要去 粘合真指甲跟人造指甲 固定剂最早最早 它的英文叫primer 最早的起源是从水晶时代开始的 因为早期的水晶指甲 它其实是牙齿的材料 所以说水晶很硬 甚至很软 我们需要靠一个中介质去结合它 不然它很容易会脱落 我们来看一下LCN这个牌子 它是目前现存指甲业里面 最老的品牌 我们看到它的primer 上面还著名了 我用红线标注出来 它有酸性物质 这个图先放着 等一下我们还要来详细解说 隔离真指甲与人造指甲 我们指甲业一开始是水晶指甲 后来水晶指甲就远进到了凝胶时代 但是软式的可卸式的凝胶 尤其是它的底胶 它是非常非常的软的 所以材质会和真指甲很类似 为了要在卸指甲的时候可以区隔真指甲跟甲指甲的区别 所以我们会在里面上一层非常薄的隔离层去区分真指甲跟人造指甲 确保在卸指甲的时候不会伤害到真的指甲 轻实真指甲做融合 接下来我们刚刚提到的LCN的固定计来看一下 上面我们用红笔标示出来 它非常诚实的上面写着 它有含酸性物质 刚刚我们标示出来的这个英文酸性物质 它的中文叫做甲基丙锡酸 英文我就不念了 基本上这是一个没有颜色 但是它有刺鼻味道的一个液体 这个液体它具有腐蚀性 虽然会刺激皮肤 可是它是不自来的 这个液体的目的就是要把你的真指甲腐蚀掉一些些 再把水晶指甲或是凝胶指甲腐蚀掉一些些 好让它们能够融合在一块 去除油脂与杂质 荧幕上出现的是OPI的某一种固定剂 上面标志着PH 有看到后来还有标了一个Balance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被大家俗称为PH平衡液 它的内容物基本上就是化学有机溶剂 乙酸乙脂 本身的目的是可以来做除煤清洁以及溶结有机物 再来看它的内容里面 还含的氨水是一个有腐蚀性 而且可以清洁的东西 所以说这一罐PH平衡液 它实际上用起来的效果 和没有含丙酮的去光水是很类似的 尤其是上面提的乙酸乙脂 基本上它是很多不含丙酮去光水的主要原料 同样的我们附上了维基百科的连结 痰酸固定剂的历史 痰酸固定剂从刚刚我们就有看到 其实它早期是使用一个酸性物质 去融合真指甲跟水晶或者是凝胶 让真指甲能够和这些人造指甲的东西 做一个融合 可是它破坏指甲的效果真的太明显了 而且这些东西又还有明显的气味 所以慢慢慢慢的就被市场所排斥 所以要慢慢的 那大家也就避免去使用它了 平衡剂的产生 刚刚前面说到 含酸固定剂因为破坏指甲严重 所以厂商就开始使用 含有轻微腐蚀性的化学物质去取代 这一类的东西通常它都会具备 杀菌、除煤、去油的效果 原则上来说 就是用化学物质稍微改变一下 指甲表面的表面物质 例如说杂质、油质、水分或是残余的凝胶 让这些东西能够和人造指甲做紧密的结合 蛋白液的定义 它来这边用红笔我们标示出来了 它也很大方的把内容物标示在下面了 基本上就是复合式的粘稠的人造数值 所以简单来说 蛋白液它本身是不含酸 不含腐蚀性的素质棉灼剂 它的目的是要去隔离真指甲跟假指甲 以及去缓冲软性的指甲跟硬式的人造指甲 中间材质上的差异 再者它也可以避免人造指甲在破坏的时候 真指甲不会跟着人造指甲一起崩裂 而成了一个保护层 然后为什么叫蛋白液啊 我总是给了名字而已 就像OPI给了一个Patein 大家就用那个蛋白来举例 例如说 就是Young Nails也有出类似的东西 它也一样用了蛋白这个字 所以在台湾就有很多人把分蛋白液 久而久之我们就叫它蛋白液 问题指甲不可使用寒酸固定剂 接下来进到我们这一集的重点了 那就是问题指甲不可使用寒酸固定剂 因为问题指甲本身指甲就不健康 它是属于需要保护的指甲 这些指甲无法承受更多的破坏 如果说你今天用腐蚀性的物质去涂抹它的话 它除了会有表面的伤害之外 那些腐蚀性的物质可能还会深入指甲的裂缝 而持续的对真指甲造成损伤 这样会让指甲大大的变质 另外我们也希望在人造指甲因为外力撞击而脱落的时候 不要因为跟指甲拧得太紧 而把指甲拉开来变成分层剥弱 或者是真指甲的折断以及伤害 所以我们再把重点拿出来提一次 人造指甲不可以使用腐蚀性的固定剂 最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我们希望遇到撞击的时候 不要让真指甲承受外力 而应该让人造指甲承受外力 该掉的时候就让它掉 该毁的时候就让它毁 伤害人造指甲就好 保护已经非常脆弱的真指甲 不破坏指甲的前置 既然不要轻视指甲表面 那就会造成人造指甲附着真指甲的能力变得比较差 所以同时间前置作业就要做得非常非常的完整 像是老废角质之类的糟东西就需要彻底的清除 避免影响了人造指甲的附着 平衡意 问题指甲能用吗? 基本上我觉得在低破坏的情况之下 是见仁见智的 在妮宝贝目前当下 我们是没有使用平衡意 平衡意 它也是一种化学的轻微破坏 把指甲表面的一些乱七八糟的糟东西去除一下 指甲表面不明的杂物太多 而且前置作业又无法把它完全去除掉的话 在妮宝贝的食物上面 很偶尔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使用去光水来做处理 去光水用完之后 我们会再使用酒精棉片 把去光水给抹掉 不要让这些有轻微腐质性的化学物质 继续残留在指甲之上 腐蚀性固定剂 一般人可以用吗? 原则上来说 在妥善控制破坏的情况之下 健康的指甲应该是可以使用腐蚀性的固定剂的 因为在真实的消费市场里面 消费者都希望凝胶指甲一定要撑过四周以上 哇,可是各位要知道 软性的可卸式凝胶 它是很难维持的 再来呢 如果是用硬式的延长型的水晶 或是硬式的延长型的凝胶 基本上它也因为太长而容易折损 所以在整个消费市场的要求之下 我们不得已只好使用一点点 含有腐蚀性的东西 可以让你的作品撑更久 做凝胶指甲会越做越薄吗 这个问题是我们指甲医的死去 很多人不敢和各位说实话 健康的指甲三个月就会长掉一轮 以一般艺术指甲一个月做一次的水准来说 每一个月基本上磨掉一点点真指甲 腐蚀掉一点点真指甲 总体的破坏不算太多 实际上它可以达成某一种平衡 因为位置破坏一点点就好 反正指甲会一直长一直长 只要控制住那就OK 就好比说我们头发一样 我们对头发的吹整揽烫烫 只要它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只要破坏不算太严重 反正它都会一直长 一直长我们会一直减 所以不要太过头那就是OK的 确实了解使用的材料 终于到了结尾的时候了 固定剂基本上有三大类别 第一大类就是含有腐蚀性的固定剂 第二大类就是有轻微轻蚀性的固定剂 第三呢就是没有腐蚀性的固定剂 在使用的时候你一定要非常清楚 你在用的是什么东西 这样才不会造成预期以外的效果 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来说 目前市面上最常见处理指甲的方式 那就是用这个卸甲水去泡人造指甲 首先破坏第一次 再来呢用磨机磨棒去打磨指甲的表面 这是破坏第二次 再来呢再用什么平衡液 或者是更多的是有腐蚀性的固定剂 再侵蚀一次指甲 哇这是第四次 最后后面在图上具有腐蚀性的抵胶 一路破坏到这边就有可能会过度伤害指甲 我们上面说这几项破坏呢 其实都可以处理也都可以改变 但是每一项改变 它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 时间的增加 最后也会导致售价增加 不管要采用怎样程序 怎样的物品 至少要先经过充分的研究 知道它的利与弊之后 才适合使用在你的美甲店 以及你宝贵的客人身上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看到这 下一集我们会继续讨论这么深度的话题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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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